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学习ES2019对于数组的扩展 数组扩展了两个新的方法 叫做Flight和FlightMap 其实Flight单词的本意叫做平的 其实Flight和FlightMap这两个函数作用 就是用于对我们的多维数组进行扁平化操作的 而且它们两个都是实力化方法 那我们通过例子来演示这两个方法 到底应该如何去使用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叫做6-3.json 而一样把它引进来 其实有的时候在项目里面 我们会用到一些多维数组 对吧 比如说我就定一个AR 这个AR可能比较复杂 大家看比如说我多写一些字 1 2 3比如说4 5 6 7 8 9 比如说10 11 12 OK 一个很长的数组对吧 但是我这个数组可能不仅是这种一维数组 它可能还是个二维 大家看我在这里面 比如说我加一个数组 这边加一个结束 那这时候里面是不是相当于是一个数组 所以说整个是一个二维数组 对吧 那大家再看 比如说我再复杂一点 比如说我在这边 再去包含一个数组 这里面是不是变成了一个三维数组 对吧 那我再复杂一些 大家看我在这边再加上一个中号 这时候我们整个的AR 是不是相当于就是变成了一个四维数组 对吧 这时候呢 如果我想对我们这个AR数组啊 进行一个扁平化的输出 或者很多人叫做拍屏 也就是我把它变成这种一维数组 一个一个输出 那应该怎么办 按之前的方式 你可能就要一层一层的去递规 对不对 比较麻烦 大家看 对于ES2019 我们提出新方法 比如叫做 十个方法就像 点 Flight 这个方法我们看怎么用啊 大家看结果 大家看结果 有没有发现 123456 相当于是第一层已经被拍屏了 但是后面 大家看 是不是789和789里面这个数组 还没有被拍屏 相当于是它只被拍屏了一层 或者叫一级 对吧 那再看 我可不可以这么用啊 我再去点 Flight 这时候大家看 代码第三号输出的 有没有发现 它又拍屏一级 对吧 因为上面的话 大家看只到6嘛 这时候 789是不是也被拍屏了 那我们再看 就按照这个single 我再去点 Flight 可不可以呢 当于代码第四号输出结果 有没有发现 整个我们这样一个数组 都已经被拍屏了 看到没 这个呢我们叫做扁平化 或者说很多人喜欢叫做拍屏 这个意思 这是一种形式 其实对于数组下面这个Flight的方法 它后面还有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其实表示的是扁平化的一个深度 默认其实是1 因为这边我参数是不是都没写 所以默认是1 大家看啊 比方说我现在这样就 我们还是直接输出 AR.flite 比如说我这里面传一个3保存 当然代码第五号 是不是直接就给扁平化输出了 对吧 因为这时候我希望它扁平化的深度是3 那如果大家想讲 比如说我如果传个2呢 这时候最后一集是不是就没有被扁平化 对吧 OK 3是刚刚好 那如果我传一个4呢 当然它也没有问题 所以说大家只要写刚刚好 这样一个层级的一个深度就可以 另外它其实还有一种写法 大家看啊 AR.flite 对于它这个深度啊 其实我们还可以传一个值 叫做Nifinity 大家记得这个单词的作用吗 它是不是表示做无限的 对吧 保存 但是代码这就是什么 是不是也能够把它完全的扁平化 但一般情况下 大家只要按照实际的这个深度 去传出这个值就可以了 一般不太用这个Infinity 但这种做法我们有些要知道 OK 这是数组的第一个扩展性方法 叫做flite 它的作用就是 对于我们的多维数组 进行一个扁平化的 或者我们叫做拍屏 我们再学习下一个扩展方法 叫做fliteMap 我们看它真的如何使用 再去定义一个数组 看看 Cons一个 R 然后这个数组呢 我们定义的简单一些 比如说12345 我当前想对于这个数组 循环倍率输出 我们之前是不是学过一个方法 叫做Map 对吧 Map的参数呢 是一个函数 比如说啊 我想循环倍率的时候 对于我们数字里的每个值 我都给它加1 大家看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 直接x 然后每一项x加1 它得到结果 我负给res 这时候我输出res 大家看代码第十项输出的 我之前是不是 1345 最后得到的就是23456 因为我把每一个加1了 对吧 所以说Map的方法 是可以对于数组进行便利的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 可以写一些便利的条件 这个呢 是我们之前学习的知识 对吧 我再给它改造一下 大家看 比如说当前是这样的 我当前返回的 比如说是一个数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再看一下res结果是什么 他们发现 这时候得到结果 就相当于是一个二倍数组 然后呢 01234表示的是数组下标 23456 是不是我数组里面的每一个值 但是这并不是我想要的 我希望这个数组进行一个扁平化的输出 那应该怎么办呢 既然我得到这个数组 我们刚刚是不是学过一个同类的方法 就是用于对于数组进行扁平化操作 对吧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这样 大家看 我直接去点 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res结果 这时候得到的 就是我们想要的 对吧 这是之前的语法 那其实在es2019当中 也用了一个新的方法 叫做flatmap 它其实就相当于是结合了map和flat 它们两个功能一个结合体 我们看 其实作用是一样的 大家看 r.flatmap 然后这里面直接可以写 比如说参数叫s 里面的每一项是s加1 返回的是这样一个数组 这时候我们还叫res 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res结果 大家能发现 得到的结果 其实和我们前面用map 再去点resflat 其实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这个flatmap 就相当于是flat和map 像一个结合体 它又能变利我们的数组 同时又能把我们的数组 进行一个扁平化的操作 这个就是我们在es2019 学的关于数组的 两个新的不展方法 一个叫做flat 一个叫做flatmap 它们的作用就是对于数组 进行这种扁平化处理的 否则如果没有这个函数的话 我们是不是还要自己一层一层的去 把每一层手动进行扁平化 会比较麻烦 有了这个新的不展方法以后 会比较方便的处理一种数组的扁平化操作